您想象过未来在家中照明的不再是电灯而是贴在墙壁上的墙纸吗 这并不是奇闻一事 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就研发出了这样一款发光的墙纸 并且一举夺得了大学生挑战杯科技类的一等奖 未来的家中没有电灯 有的只是一面墙纸 你只要点下按钮 墙纸就会自动发光提供照明 还可实现电视画面的放映 项目负责人林静毅博士向我们介绍 现在的LED灯为点发光 对人也有一定的伤害 特别到了夜间 强烈的光源会让人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 无法很好入眠 而墙纸发光是一种面发光 照明方式更加柔和 视感与烛光最为接近 林博士现场就向我们展示起墙纸的做法 只见他把配好的溶液均匀的涂在玻璃片上 然后放入机器中高速旋转 以让发光墙纸的雏形就做好了 而发光薄膜的厚度只有人头发丝的一万分之一 小小一瓶的碳清材料 可以制作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墙纸 林博士还表示 通过不同的配比 墙纸还能发出蓝红白等五种颜色的光 相比现在的LED发光技术 在节省电量和低碳上都有很大的优势